国防大学一名灵性教官 被前女友指控虑猫 交往期间 舒小姐发现猫的身上都有伤痕 而监视器还拍到了教官掐猫的脖子 往地上摔 而且还踹猫的画面 于是女方不只提出分手 向主管机关检举 也向国防大学投诉 而男子事后被动保处开罚 但是校方到目前为止 没有做任何处理 男子靠近猫两手掐住猫的脖子 接着往地上一扔 又举角踹猫 这些画面让前女友舒小姐 决心跟对方分手 因为她无法接受 男友是国防大学的学校教官 还虐待动物 我那两次黑猫被他打的这个样子 他还说爸爸抱 爸爸抱 爸爸笑笑 我觉得黑猫是吓的样子 不敢给他抱啊 舒小姐指控两人交往期间 他养的四只猫身上都有莫名伤痕 今年二月征求男子同意 后装监视器 二月底就入到他施虐 不但害猫全齿断裂 还吓到不敢吃饭 舒小姐质问对方 男子还回说是因为猫不乖 让他气得向台北市动保处 动保团体以及校方投诉 男子事后被动保处开罚一万五 至于他所属的国防大学 到目前为止没做任何处理 据我们了解是国防大学的军训教官 那我们认为说 这样的教官 有这样对小动物暴力相向 那应该是已经不适合在任教职了 猎猫的行为 它是个人的行为嘛 我们还是会深入在了解 看看你们违反部分 如果当然我们就会来秉公处理这件事情 国防大学表示一定会深入追查 而求证遭指控的灵性男子 他则是回答要回学校报告后就不再接电话 拒绝再回应这件事 记者王浩亭许正俊高雄报道